1月5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隊員,小啤 不知道現在香港人是否很大壓力呢?在蘭桂坊經常出現打鬥的現象 今天又有一宗,中環蘭桂坊打架,變成MMA的演出 中環蘭桂坊再次想演街頭MMA,這真是綜合格鬥的節目 網上昨天在1月4日封傳一條影片,顯示在中環蘭桂坊近德幾立界,雲含街交界 一個穿著長褲衛衣的年輕人,與穿著熱褲的女人在街頭苟前打鬥 兩人一度跌在地上拉斜,期間這個操狂男人爆燥很大聲地說 我有什麼東西做錯呀?你說呀!你打我! 當時一個雙手角拿著一碗魚蛋的男子衝上前面,企圖阻止操狂男人繼續打女人 但怎料這個操狂男人突然衝向前面,出一些招數類似游毒的技巧 將女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原廠圍觀人次直的喜控,有人大叫你老婆來的! 魚蛋男見到馬上好生氣,馬上掉下手上的魚蛋,將燥狂男人退開 爆燥很大聲地說,你什麼東西都做錯呀! 片段瘋傳後,有網民認為男人不應該打女人 也有網民認為無論有什麼理由男女也好都不應該掃諸暴力 片段由IG用戶在星期一,1月3日夜晚刻上載,片場大約一分鐘 一開始見到一對男女在地上狗前拉扯 片段裏面穿灰色衛衣的男子,抓著女生質問在爆燥 她就這樣說,你幹什麼東西呀?我有什麼都做錯? 你說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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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做錯? 你打我?傻了呀! 現場的圍觀人士直立起兇,有人大叫,你老婆來的 皮柳男見到這個女生受到重擊,看來她看不開眼男人打女人 於是立即好生氣地將兩碗魚蛋扔起,然後衝前大力將灰衣男推開 又大叫,你老婆來的,你什麼都做錯呀! 接著下來,灰衣男被推到圍蘭和皮柳男糾纏 她反問我有什麼做錯呀? 現場很多人查查白衣女生的情況 片段最後見到有警員到場,未知事件最後有什麼發展 其實這個IG用戶在星期二晚上有上載另一個角度拍攝的短片 見到這個白衣女生被人打倒後,一度躺在地上沒有反應 之後有人上前看看她有什麼情況,她還慢慢撐在身體坐在那裡 但看來傷得不輕,現場的人士個個都說灰衣男好過份 片段之後有很多社交網站瘋傳 有網民認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打女人 網友就這樣說,什麼理由也好也不要打人 打女人沒用啊你,打人不對更何況是打女人? 如果真是人家夫妻的事,外人最好就少你了 當街打人瘋了 也有網民質疑為什麼旁觀人士沒有人出手幫忙 那麼多人吃花生都不幫忙,打到這樣都吃花生 其實是不是真是很大壓力在香港,現在真是出現打人的情況? 小碑就覺得男人打女人最大惡極 這個魚蛋男生真是建議勇為 小碑也有看到另一個現象就是 很多香港人基本上都是吃花生居多 其實堅決有些行動力,如果大家看到有什麼事覺得不妥當的 真的要出手幫忙,不要只站在這裡吃花生 接下來更新一下香港的疫苗措施 特首林鄭月娥在1月4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 公佈將於2月24日擴大實施疫苗氣泡 除了餐廳等599F表列處所外 還立入圖書館、博物館和學校等 疫苗氣泡的意思,你要打一針或兩針才能進入以上的處所 之前的新聞報道已經說過,這個已經想要實行 今天就和大家更新這個確實的日期就是2月24日 暫時未有要求工作環境,工作場所需要打齊一至兩針才能上班 但他就說各局長會賦予每下的工營機構 例如防委會、市區重建局 都應跟隨措施政府的疫苗氣泡安排 要求僱員打針才能上班 指示人的工作地方,商場暫時未有計劃實施疫苗氣泡 但他不排除未來可能會實施 另一方面,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 如果有關措施是用來鼓勵接種疫苗的話 就不應該過急去推行 要考慮社會的應受性 他又形容以疫苗氣泡阻截Omicron變種病毒傳播不似實際 他繼續解釋很多西方國家都有推行疫苗護照 但也阻止不了病毒傳播 只能預防重症或死亡風險 現在全香港仍然有約200萬市民未接種疫苗 所以如果在下個月24日擴大疫苗氣泡 可能不足夠時間或懂得奇返 士兵都不想經常在這裡updateOmicron的最新消息 或豆苗的最新消息 但因為這些事很多時都影響到大家的日常生活 或是否回到工作或是否去看電影 所以如果有最新消息我都會和大家update 香港的言論自由已經被人打壓至一根草都沒有了 但很多外國的香港人都有接力幫忙為香港發聲 例如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香港歌手鄭敬基 去年在多倫多成立了網絡電台香港台 希望可以在另一個地方繼續為香港人發聲 但以後香港媒體借中共和香港政府的施政工具 鄭敬基目前正在積極串連世界各地的新聞工作者 期望做一個24小時沒有地域和時差的媒體機制 令香港和世界之間的真實聲音可以互通 他就說雖然有老婆子女在身邊但始終還有很多親朋戚友在香港 令一直高調的他難免會有顧慮 但他自己一想到陳奕君、黎智英和周冠威這麼多人 他就覺得自己應該盡微博之力 要說如果有香港親友擔心人身安全可以避免聯絡他 因為不想拖累他們 另一個由香港移居加拿大的新聞工作者何良茂就說 立場新聞被控的罪名就是全民發布煽動開密罪 諷刺的是中國國務院在早前發布的《香港民主白皮書》中 批評英教殖民政府行使這個法例去鎮壓當時的親中出版商 但現在的中共就拿來用明顯是將香港視為殖民地 並且在早已借根在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等的普世價值 徹底跟隨 連根拔起 他又認為中共沒有將香港人作為他的子民 反而當為敵人 又沒有將香港當前的問題當作內部的矛盾 反而是敵外矛盾 中共一直認為香港人有在勾結外國勢力 何良茂又看回 在25年前香港曾經在國際金融中心 但在現在的軍警統治之下 只要有人對當權者有不同的聲音便會被鉗制、被打壓 他相信除非中共政權倒台 否則香港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差 網台MIHKTV創辦人 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歐陽永權 每個人都叫他老奧 他認為香港人知道欲家之罪何玩無恥 當個不喜歡的言論便會被扣想穿謀發布煽動開密罪 尤其是每當西方國家制裁香港或中共之後 中共對香港的打壓便會變本驚禮 他形容香港變相成為阻出系統 他預計今年七日前 中共為塑造香港深向中國的形象 各方面的打壓又會再漲一步 他透露很多人叫他回到加拿大比較安全 他事實地說 雖然他覺得不安 但他仍想繼續留在香港做些事 例如批評政府、批評做不好的官員 用心中的一百尺繼續頂持良心去做事 另外有一個小花邊挺好笑的 《華爾街日報》發表社論 形容北京中央破壞香港自治的結局程度已創新低了 社論又提及到港府對前《蘋果日報》和前立場新聞採取執法行動 認為中共無法忍受自由的傳媒 所以詆毀相關記者成半角犯和半角者 好笑的就是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竟然寫信去《華爾街日報》 他澄清他就說 有關的拘捕行動是由於有人涉及川某發表善動罪 與新聞自由無關的說 來不及乃中央的鞋底 變了走出來7-7 下一則新聞 法國會辯論疫苗護照 有52個議員受反疫苗者的死亡恐嚇 法國會在昨天星期一開始辯論 推行新冠疫苗病毒的護照法案 即是武漢肺炎護照法案 法案要求市民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才可進入特定場所 預料最快在星期二將會通過 不過在辯論展開的前夕 有至少52個議員受到反疫苗者的死亡恐嚇 有議員說不會屈服威脅 法國現在是被市民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或病毒檢測陰性證明 作為出入餐廳、戲院 或坐長途公共交通工具等場所條件 但新法案只是被已接種的人士進入這些場所 並對偽造證明的人士 以及沒有嚴格檢測證明的處所加強罰款 很多政黨都支持法案 國民議會預計最快星期二會表決通過 在參議院亦通過後 法案預計於1月15日生效 法案激怒了很多反對接種疫苗的民眾 部分國會議員更因此受到恐嚇和襲擊 一個執政共和前進黨國會議員的車房上被人中伏 還留有疑似反疫苗者的同壓 共和前進黨國會議員巴洛 Barbara Besholt-Barlot說 有52個國會議員受到死亡威脅 她說不能容許這些死亡威脅 必須嚴懲 衛生部長委朗Oliver Varian 嚴斥反疫苗者好自私 她說法案的目的不是想約出自由 而是拯救生命 內政部部長達爾·馬寧 Gerald Darmann 表示 部分議員表示遭受死亡威脅 警方將會加強保護 還有一則新聞 是一個減肥的一個case study 大家過完聖誕節後有沒有覺得自己肥了呢? 現在有個減肥菜單 看來挺容易實行的 聽聽有沒有用 有個網紅叫波堤小姐 她曾肥到把衣服撞爆 後來用吳艾愛的分式減肥 成功由人生的巔峰體重65kg 瘦到50kg 正正減了15kg 是不是覺得很驚訝呢? 大家聽聽她的formula是怎樣? 波堤小姐分享她身高164cm 以前的平均體重是48kg 其實是很標準的 但她突然迷上高卡食物 例如高鹽高油量高糖 所以短短半年她的體重一下子由48kg 升到65kg 她曾經就是開心又吃東西 不開心吃得更多東西 有時將家裡的零食吃完後 還在雪櫃拿出五六片的芝士直接吃 吃飽飯後還要配一杯starbuck或蛋糕 這樣吃法不肥也難吧 當她肥到一腳包時她的朋友就說 你走老時連地板都在震 令她大受打擊 於是決心減肥 但當時她太心急了 連續餓兩天不吃東西就覺得這樣減肥 後來忍不住 之後又大吃一頓 結果變得更肥 她才了解到 這麼喜歡吃東西的人 想用節食的方法瘦身 完全是不可能的 於是她開始調整自己的飲食習慣 早午兩餐還是繼續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但吃到有飽的感覺就OK了 之後就不再亂吃甜食 最大的改變就是在晚餐那裡 波堤小姐自己煮食 並在晚上6點前吃完晚餐 就算煮食不厲害 波堤小姐推薦這個懶人料理 非常簡單和方便 做法就是首先預備一個小鍋 加滿水後再加一個番茄 一些菜 整塊豆腐 兩粒雞蛋 加一些鹽 這樣就直接吃 不吃飯 連續三個月晚餐都這樣吃 之後9點跑步半小時 這樣就順利令她瘦了7公斤 透過晚餐這樣吃 她有五個習慣已經改好了 她就是變得不太喜歡吃甜品 食量明顯減少了 垃圾食物一個月吃一兩次就夠了 喜歡飲水、飲茶、不飲含糖的飲料 吃飽再在超市買東西吃 就不會再買那麼多零食 大家聽起來又會不會覺得很容易實行呢 其實小筆一直都有實行一個飲食習慣的 但是當節日的時候已經傷害了 所以現在我已經做運動減肥 我一直實行一個叫做Keto的減肥方法 就是我不吃碳水化合物 其實這個方式是非常簡單的 你只要不吃碳水化合物 即是飯、麵等 也絕對要割零食、絕對要割糖 這樣來說你的人很快一個月內就會瘦了 原本我在香港從來不做運動的 但是來到英九之後 我就經常在家裡工作 那我就覺得自己需要有些運動 去令自己身體機能調整一點 和令自己個人精神一點 加上在加拉斯加 如果你加一個Sports Club的Membership 只需要15磅一個月 你給這15磅 你就可以去Gym Room任用了 然後如果你喜歡參加一些跳舞的class 或者一些瑜伽的班 你就給5元一堂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非常划算 於是這樣就會比較積極去做運動 而我在聖誕節 因為實在太多食物 也有些Party去參加 因為這裡的食物主要是澱粉質 所以我都勉為其難 或者其實見到開心就吃 於是都需要減肥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明天見 天見 明天片 如 Dj 誠